辛苦了 谁也离不开谁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位借助歌声来减压的参赛者 唱歌唱出一段好姻缘的蔡逸 夫妻俩都曾在不同的歌唱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除了经营和管理卡拉OK之外 他也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现歌艺 金大帮的最后一页是白鲜勇 创作于1968年的小说 先后必改编成电影 舞台剧和电视剧 一起来欣赏最后一页 才不忘 老了无辜 和不经锤人春秋 两顶月夜又 谁为我有 何爹欲戚情有 infra产生的灵魂 仲敌疑 徒归浇 人海塵埠 往事有誰為我尋 和對話等愁 我也常陶醉 這樣清醒兩年 像黑霧中的菜店 我也常心碎 為漫漫一遍 孤島再如是擔淺 紅燈將月酒也熄 此刻該向他靠歸 曲中的山回頭一片 最後一頁 我也常陶醉 在兩情相約 像黑霧中的菜店 我也常心碎 愛漫一遍 孤島再如是擔淺 紅燈將月酒也熄 此刻該向他靠歸 曲中的山回頭一片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 我也常心碎 愛漫一遍 孤島再如是擔淺 紅燈將月酒也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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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該相談告別 如是擔淺 其中的山回頭一片 吹紅燈將月酒也熄 煙燈將月酒也熄 吹紅燈將月酒也熄 雪酒也熄 薯燈將月酒也熄 藍燈將月酒也熄 後悅燈將月酒也熄 合燈將月酒也熄 你好 蔡易先生 你好 我知道您跟您太太都是爱唱歌的 对呀 您太太也曾经得过 黄金与华的奖项 对对 冠军 冠军啊 所以她拿过冠军了 这回轮到你那里 是她鼓励你来 对 要不然为什么你不早来 现在才来 不敢来 为什么呢 高手太多 你也是高手 不是 你把声音唱得那么高 我只是比高 真的 真的 你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用这样高八度的唱法 我是第一次听到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导师们怎么说 蔡大哥 很少听男生唱这首《最后一页》 那么今天我听你唱《最后一页》 竟然用蔡清的原把原皮 你唱高八度来唱 我开始听的时候 有一种觉得怪怪的感觉 可是这首歌我听下来 技巧感情 这几方面 我都觉得你拿捏得很好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首歌是以又低又厚的音色来唱 所以突然间多了一位 哇 Soprano 唱高音的来唱 其实是真的 起初开始是不能接受 不过再听下去又觉得它有它的美 因为你本身的音色就很美 谢谢 那个也非常的干净 我也蛮喜欢你的节奏感 那个节奏的感觉很好 如果在选歌方面能够选费欲轻的歌会很好听 我是觉得你其实是唱得很好 你像用歌剧的方式来唱 你像很难高音的 那种歌剧的唱法 我觉得你的声音是非常好 其实一首歌 一个歌者带出来 他要贯穿他的人物 因为人物地点 故事 我们常常会有点想 你在贯穿些什么故事吗 他也可以想象他开一间咖啡店到了最后一页 好 你成功了 谢谢 所以蔡易亦今天可以说非常勇气 非常大胆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最后一页 听你们这样的评语应该是不错吧 不错不错 就是很特别 很出色 来再次给他掌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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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